独特的方式 没有人书写出来 但是我在书里面有把它书写出来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梅花艺术的占卜法 它是五行意义的一种 也就是它是北宋的少庸 少康杰他所创立的 为什么叫梅花艺术呢 他所举办的 他所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两只鸟在梅花上面 在那边打架 结果他就觉得 看到这种现象 他就觉得必有事情发生 他就经过以梅花艺术的 占卜法把它涮一下 以象曲挂把它涮出来 而且是非常准确的 他就用梅花艺术 来当做他这个占卜法的一个名称 它是先天八卦的挂学 梅花艺术它是以先天八卦的挂学 先天八卦你说挂学是什么 他就前队离正训坎更坤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 这个就是先天八卦的挂学 我们有先天八卦 有后天八卦 以先天八卦为体 就是取它的挂学 以后天八卦为用 取它的方位 这两个话都没有偏废 但是所要用到的部分 一个是挂学 一个是方位 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我们现行在民间 所有的阳宅阴宅 看的那个罗盘等等 就是用这种方式 他要依照五行的深刻 来推演世间阴阳变化的道理 五行它也是按照阴阳变化的道理 阴阳的变化就是 两者之间相互对立 也有相互融合 一直在随着时空在变动 在那边周而复始的不断循环 那他除了把阴阳之外 因为万物分成阴阳 比较不好来做一个区分 他把万物再把它划分为五行 五行之间它是有相生 也有相克 相生相克也有相互 阴阳调和 比和的这种情形 他的理论基础讲的就是 局部接阴阳 那个少方节的理论基础 就是说万物啊 都是寻着阴阳的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的变化 局部接阴阳 那以卦象来比赴万物 那阴阴阳我们就阴阳 太极生两仪嘛 两仪生四象四象又变八卦 阴阳你可以再把它复杂化一点 分成八大类 全世界各万事万物就分成八大类 每一类都是相同类似的 用卦象来比赴万物 我只要看到这个象 看到一个老年人男的 他就是一个前卦 看一个老年人女的 他就是一个坤卦 看那个年轻少女 就是一个责卦对卦 他就是 那你说 那只有几个人 那不是人呢 其他也都可以把它比类到八卦里面去 那你说 不是那一个表只有那么大 那么多吗 那个只是举例 你想万事万物 所有东西都可以分在这个八卦那个底下 他不会 他不能排下去 排下去的话 比四库前书还要写的还要 还要多 因为万事万物太多了 你都可以把它分在那个八大类之下 他只是做一个取向 以卦象来比赴万物 然后预测未来四变之机 从这个卦 上卦下卦 你 它是以树起卦也可以 棉花艺术它很灵活 有树就有卦 有像就有树 有树就有卦 也就是说 万事万物 你都可以当作你占卜的一个工具 像这样的话 他不必带工具书出去 因为他只要记得 五行深刻就行了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 万事万物的 八卦 它的比赴万物的这个是 到底是哪些 有些你 你说我不知道 那你必须要更深入了解 不论是以树起卦还是以向起卦 起卦的真相处处可见 也就是什么都可以当作你要起卦的一个依据 宇宙万物都可以成为占卦的工具 是最简单的最灵活的一种占卦方式 棉花艺术 虽然它最灵活 一个唯一的困难就是你必须要认识 万事万物它到底是哪一个卦 属于哪一个卦 你不是用像来取卦 你用树也可以包含的 这个招牌啊 名字啊 它都有树啊 笔画树 包含它电话号码或怎么样啊 但是同样一个电话号码 你只能补一次啊 唯一的就是只能补一次 你不能用它的电话号码 又补它身体健康 又补它那个考试会不会及格 要好都好 要坏全坏 都是那一个卦 你同样的解释啊 所以说就 就灵机一动 就看你随便用哪一种 但是用号码的话 只能取它一次来去卦 它这个占卜啊 棉花艺术占卜 我从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考试它也会 它占的比例很少 但是偶尔会有几题啊 它也就是说 普出来的卦 我们都叫本卦 就像我们 孔明大业神署一样 占卜出来的卦 就叫做本卦 由本卦推演出来的 都叫做副卦 它这个本卦 依据本卦来推演出 副卦和变卦 也就是本卦 副卦变卦 它看这三个卦 我们等一下下面会有图 本卦就代表 它本卦就是六窑卦 它有一个上卦 有一个下卦 护卦 护卦是从这个本卦推演出来 从中间 从这个卦的 五四三变成为它的上卦 四三二窑变成它的下卦 又另成一个卦 这个叫护卦 然后它的变卦呢 也就是说你的动摇在哪个地方 你这个动摇的摇啊 把它阴阳一互变 又成一个卦 这就叫做变卦 梅华艺术它看三个卦 一个以树起卦后 以象起卦 出来的那个卦 叫做本卦 然后动摇也找出来 动摇找出来的动摇啊 就代表你追求的目标 进摇啊 代表就是你自己 它那个是 以进 进呢就是 不动 就是代表的体 就代表你自己本体 它这个 不管是本卦也好 护卦也好 变卦也好 它都是看体用 体卦 它要找出体卦和用卦 也就是上卦和下卦 哪个是体卦 哪个是用卦 体卦代表你自己 用卦就代表的是 你要追求的目标或对方 一个是体一个用 用是外在实际应用 体就是本体啊 内在啊 体就是自己 只要是有动摇的那个卦 我们动摇不是出二三四五上 这六个嘛 在出二三任何一个在下卦的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卦呢 如果是动摇在这边 这个就是叫用卦 那没有用卦 没有动摇的那个就是要体卦 那就是你自己 那体用之间看它 这两个卦之间的五行深刻 你说五行 那个八卦的五行是什么 前面那个表上面都有写 八卦 因为五行它把万事万物都可以分成五行 包含在里面 阴阳 就像是阴阳 万事万物都是跟阴阳脱离不了关系 八卦 万事万物都可以分成八大类 那同样五行呢 万事万物都可以分成五大类 不管是从它的意义也好 本体外形也好 你都可以区分 你只要了解五行它的基本一个要点 就像是阴阳 阳呢都是动的 光明的 然后向外的 只要有这种特性都是阳 只要是近的阴暗的内在的都是阴 那你可以把外事万物啊 包含它的个性的外形啊 你就可以区分它是 它是属阳还是属阴 或者是物以物心来区分的话 你也可以分 把它分成它是木或土金水 是属于哪一个物心 都可以属于 都可以看 物心里面它有相生相克相比和 然后我看他们这个体用之间的关系 你就知道你的目标的追求能不能获得 本卦它通常都代表事物的开始 它粘活的时候 本卦看阴阳之间好不好 看五行之间的深刻好不好 代表你现在的状况好不好 护卦呢 看体用之间的五行深刻 代表你事情发展的中间过程啊 处于顺不顺利 变卦呢 看体卦和用卦之间的五行啊 谁刻谁啊 如果说是我刻目标 我刻对方 就是我能够达成我的目标 因为我比他强嘛 如果目标刻我 或者是对方刻我 那我比较弱啊 那我的目标就不会达成了 如果我伸对方 也就是说 我有损失 对他有利 如果他伸我 他有损失 但是对我有利 如果说是 我们体用之间是 都是木头金水 都是一样 你是金 我也是金 你是水 我也是水 就叫比和 这阴阳和和 这个也算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也达成阴阳和和的这种状态 因为深刻都是对一方不利 但是相互比和呢 都是双方有利 变卦是代表这个事情 有些事情啊 刚开始好 他最后结果不一定是好啊 有些刚开始坏 最后结果不一定是坏啊 所以说他有本挂 他有本挂代表现况 代表过程 中间过程代表的最后的结果 这三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用棉花艺术可以看出来 你再问的这件事情 现在过程最后的结果 这一些到底是好还是坏啊 这是棉花艺术 棉花艺术其实 你说棉花艺术难不难 比我们孔明大艺成熟要简单的太多了 你只要记住这几个 这个棉花艺术也没有人教我 那我刚开始看棉花艺术的时候 我发现看不下去 他讲了一大堆 到底是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错 后来我把它看懂以后 我准备要想 有机会把棉花艺术也写一本 让大家都能够看得更容易 但是一直还没有时间去把它写出来 因为还有好多书要排的要写 体和用是确定了动摇之后才加以分辨的 也就是说本卦一出来 动摇没有出来 你根本体用 你就不知道 体用最主要目的就分 占卜者和目标之间的一 五行是什么关系 请问您好